MeToo事件烧到演艺圈 女星黄云星14日跳出来 指控许杰辉10年前借职务之变性骚扰 而中信兄弟啦啦队成员短经 也自曝曾被男方带进小房间莫凶 直剧场女学员也指控许杰辉 对他说要是我年轻10岁 我也想和你上床 让他只能黯然退出演艺圈 过去许杰辉曾透露 因遭排挤请辞 全民最大党 没想到遭到制作人王伟中打脸 正是因涉及性骚扰才退出 引起网友热议直呼 终于还台志源清白 57岁许杰辉早年从幕后转幕前 出色的模仿能力在政治性综艺节目 全民大闷锅 全民最大党走红 12年前闪辞 全民最大党 一度爆出是不满台志源太强势才请辞 当时台志源对此一头雾水 强调众人相处融洽 许杰辉也被挖今年2月上 小姐不惜地 实在谈及请辞原因 自曝当初在最大党 应对表演有一定坚持 太鸡婆被其他艺人排挤 受不了大家敷衍态度才气炸离开 直到许杰辉近日卷入多起性骚扰案 制作人王伟中才打脸许杰辉 当年确实有工作人员投诉遭许杰辉骚扰 他才自行宣布请辞 真相大白引起PTT网友热烈讨论 许多人都感叹 终于还台哥公道 没想到历史竟然还台志源公道 台哥委屈了好多年呀 回头来看觉得好可笑 许多网友涌入台志源本人经营的脸书 台志源台台的第一个家 留言爆不平 还有网友转贴许杰辉闪词 最大党相关内幕讯息 留言说台哥 时间最终还是还你一个清白 结果网友也发现台哥粉专账号本尊 跳出来对此留言按赞 记者致电台志源 但他没接也没回应记者求证讯息 短惊控许杰辉会轻骚手露面 赖凌恩惊涂被男演员乱模乱青 过去主持下课花露米的徐杰辉 真的下课了 因为新骚风波持续扩大 徐杰辉15号宣布推出演艺圈 现在连下课花露米同事 都爆出是迷途的受害者 徐杰辉你怎么会讲这些 中信啦啦队成员短惊 IG控诉徐杰辉在表演课时 私下对她说 你的胸部好像豆腐 可以摸摸看吗 16号短惊出席站台活动 这也是徐杰辉爆出性骚风波以来 首位公开露脸的被害人 还好吗 短惊 管机 徐杰辉 管机 也不回应徐杰辉退出演艺圈的部分 那跟我们没有关系 因为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 选择 对 我们只是发生而已 所以我们不回应任何事情 想要对她提告吗 这个我们之后再说几下 大鹤在拍摄电影 我的少女时代 曾经上过许杰辉的表演课 但他没有集体练习 作爱配音的课程 也没耳闻过许杰辉性骚 辉哥后来也为这件事情 有一些相对的主题 我也不太好去替当事人说些什么 从这件事情 大家应该会学会怎样去 远走别人的生意 就变成了 需要跟女演员亲密 演亲密的角落 没有 没有 可是我觉得好像 干嘛拍凶啊 远你的剧本那时候没有人 哈哈哈哈 被邀一提今年1月才跟徐杰辉辱 指谁来演戏 指圆桌对台 讨论情密系的尺度 然后他报出这个新闻之后 你觉得跟你想象的 人色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都很熟 但人色上我没有听见第一个 应该怎么办 那这个情况有事 真的有事情吗 我也不会意料到 因为当事人消灭也有点正事 那我们客观的看 也可以去检视自己的环境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在印象 我碰过太多了 还有要不然就是什么 老演可能一个罪意来了 然后突然就牵住你的手 抽又抽不掉 重点是可能老婆在旁边 如果是在戏正在拍的这个当中 很难很高 很难去停下来说 诶你让拍我会怎么样 所以会想说要让一个 检视自己继续下去 那个演员就是蛮最熟悉的 现在还在全面 在啊 国家 那他当成之道不知道德 触摸乱摸吗 心拉丁的 他都有 因为刚好像是在新秘性 但他感觉来了 原本讲的 不一样 秘性是怎么闯性的 不好说 不好说 好像很久就导演带你 现场大家都看得出来 哦 不是导演技巧吗 导演有事不技巧 不好说好 然后这次开始的时候 就 有感觉来了 所以之后有把那个 演出外的名单 对对对 不要再恐怖了 我就是没有 没有特别去上我表演 就是她的想法 但是 看到新闻蛮正经的 但是演出的 也认识就要尊重 这个都叫做报应 现世报 现世报 许杰辉遭控性骚 退出演艺事业 入行三三年 难堪下台 还有上了 表演课 是 我很喜欢 表演课就是 呃 哪个人 哪个人可能 身体反应 跟自己思考的角度都不一样 就看个人吧 不算舒服的 许杰辉表演课 争议越演越烈 甚至扩大成性骚风暴 演员黄云新 14号率先开出第一枪 控诉10年前 曾遭许杰辉要求 巧克力夹入钩 私下缴交性感作业 甚至被逼穿盯字库等等 当年参加过同一部舞台剧的短经 凌晨也发文字报 被许杰辉在小房间摸胸 还有不具名女演员出面 向三立新闻网控诉 过去不管是上课或是上节目 都会被许杰辉 摸屁股 不是我对天发誓 我真的不知道我这件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 眼见性骚风暴再也止不住 受害者一个接一个出面指控 许杰辉15号也宣布 即日起退出演艺事业 停止所有公开活动 甚至反省诚心道歉 我来讲 他是一个照顾 他情感 他因为其实 没有从自己的 在戏剧的 像是偶尔面 在一起 每个人可能都会有 高兴电视 进入演员 或是跟这种做的决定 那我当然也觉得 就是 每件事情一直到 风波就是这样子 会有一阵子的延烧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 好好的踏实 自己来做机器 我就是没有 没有特别上课表演 的特别想法 但 你看到新闻网 这就是我 大家也觉得 每个人都会有这种 那我觉得就是 如果觉得有不舒服的 就是要当月子出来 那我相信 每个人都有自主 不要让这种事情 变成一个习惯 那当然自己也是要做好 保护自己的一些方式 不减少 你当我买你做一件事 什么在不减少 等一下 等一下 看他怎么说 据悉 许杰辉目前正在拍摄 《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 第二季 15号已经先停拍 对于角色去留 制作人陈慧玲表示 会和公事商量后再决定 另外参与演出的地狱里长 原定7月已要上档 目前正在后制中 对此剧组也强调 这部分都会谨慎处理 大家好 等我先鼓励这个 就是我 无缘 也是无缘 会获了一个 许杰辉 我先告诉你 纵观许杰辉在演艺圈 打滚多年 从幕后转向幕前 演出戏剧 舞台剧 开办秀客 也主持节目 入行33年最终难堪下台 搭档中心灵也回应 勇敢面对 勇敢承担 希望许杰辉能好好处理 照顾好家人 这个都不叫做报应 现世报 现世报 嗨 大家好 我是武动 现世乃哥 我是许乃琳 我是台湾上 是奥巴桑 邓美红 我是蔡康永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A4 我们是号角相机 哈喽大家好 我是米亚伦 祝福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你这边就好 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就是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恭喜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十全十美 生日快乐 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 祝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祝你生日快乐 祝3D新闻网十周年了 好快哦 生日快乐 锁定我们娱乐新闻APP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